最近有个女明星没作品 就红成了顶流 凭什么 就凭她是 穿沙打击 林娜贝尔 起初书听到这个名字 翻译和广大直男朋友一样 林什么贝尔 林娜什么 什么那贝尔 当书看到了贝尔各种视频 只能说乖乖妈妈 哦不对 爸爸的好儿儿 不过说到蛊惑人心 我们本土的狐狸精绝不会输 不管是大秘密 闻碧侠 还是最美打击 而且书还发现 出演狐狸精的多北方演员 比如李冰冰和傅义伟 是黑龙江人 范冰冰是山东人 为什么北方美女 特别适合演出狐狸精 这样的魅惑角色 一剑三连 听书说道说道 一 中国的狐狸精 狐狸在中国远古时期 象征祥瑞有灵气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 加上原始宗教 促进了性意识的发展 最终大家只用雄性狐狸 代表祥瑞 雌性狐狸逐渐被妖魔化 未见时期出现了 包含狐狸的智怪小说 《玄中记》中提到 胡善魅惑是人民师心智 明代风神演义中的打击 红颜祸水 祸果殃民 狐狸精慢慢变成了 妖魅淫荡女子的象征 而现在能出演狐狸精角色的 可都是大美人 二 狐狸长相有什么特征 不同于乖巧林家的犬戏 魅惑有清纯的猫戏 狐狸长相必须是第一眼美人 小高的面部折叠度 偏瘦胥的下颌 轮廓优越 同时五官多锐角的精致 使狐狸长相有魅惑人心的能力 直笔为上扬的眼尾 眼距小于眼长 眼神集中 使其美艳更有目的性 只是妩媚还不够 狐狸长相兼具智力感和灵气 有人说纳扎是狐狸长相 但叔觉得明显杨蜜更胜一筹 纳扎的面部构造虽是狐狸 但多以正视角度看人 且眼神比较空洞 杨蜜则常抬眼看人 眼部中心呈现位置更高 并且眼神更笃定坚硬 看上去更聪颖 笑时眼丸如月牙 与上扬的嘴角相呼应 表面看笑意盈盈 不笑时眼睛圆黑深邃 眼波流转 你以为人家是傻白甜 殊不知笑容背后的玄妙 因为有灵气和智慧的加持 狐狸长相的美是多维度的 才更涉人心魄 3.为什么说狐狸精都是北方人 我们刚才说了 狐狸长相有几个必要点 五官精致多锐角 眼距小于眼长 眼部构造能凸显智力感 地狱长相特征上看 游北往南 面骨架构由长变短 五官位置降低 视觉上更具幼态感 除此之外 由北往南 鼻翼逐渐变宽 嘴唇逐渐变厚 五官顿感增多 狐狸长相要求的锐角五官 北方更多见 比如东北 盛产长直笔窄面的美人 薄唇鼻头精致 眼距小于眼长 美的魅惑又有目的性 鼻型和气候其实也有关 较宽的鼻翼更利于散热 而南方的短宽鼻 也使得眼距小于眼长的 狐系特征比较少见 姚蜜本身的窄眼距 配合上扬的眼尾 会给人精明的感觉 如果把她的眼距拉宽了 看上去会更憨厚 就没法演狐狸精了 虽然和你们聊了这么多 北方狐系美人 但在书心里排第一的 还是我们的儿儿 毕竟儿儿才是 最魅惑人心的 最后儿儿要我给 各位爸爸妈妈带句话 别忘一键三连